回到第四節 剛才我們講了天文學 我們現在這一節講講生物學 我們對於病毒 我們似乎是束手無策 我們除了用抗生素之外 基本上我們都沒有能力去消滅這個病毒 甚至抗生素都是殺細菌的 病毒都是要運用一些針對病毒的 我們有時候叫做其中一種叫做病毒的複製機制 我們講一些叫做蛋白質干擾素 其實按字面的解釋就是你干擾它整個的複製機制 甚至乎為什麼我會避免用抗生素這個字呢 首先只是講病毒本身不是一種生物 你都有來咬 病毒是不是生物的呢 它裡面自己是沒有器官沒有成 它真是很簡單的建構一個殼裡面有一個遺傳資訊 但是它貼在其他東西的時候 它又可以叫另一種東西來幫它繁殖 它自己也繁殖不了 它是不是生物呢 但是我們也不理它的時候 它又會繼續複製 你又可以加一些藥去干擾它去複製 這件事也是這麼有趣的 所以就是對於生物 我們怎樣去 對於這些病毒 我們怎樣界定它是不是生物呢 只是在這裏我們也有複製 但是現在我們有沒有方法 至少吃了它呢 就這麼說 我們連去界定它是不是生物呢 都要咬一口吃的時候呢 更加不要說是界定它是不是食物 OK 就這麼說 很多東西不是生物都可以吃的 但是戴田裡面你會聽到就是 有些東西就會吃其它生物 在那個食物鏈裡面 而我們去界定 即是去了解這個病毒的時候呢 你會發覺我們不會將病毒放在食物鏈 或者食物網裡面的 就是我們不會想到有東西是專吃病毒的 你說如果是食細菌的東西 我們反而知道有了 是不是 我們會知道什麼食細菌呢 大菌食細菌 最無聊的說法 是不是 而且我們真的在生物層面看到 那種微生物世界看到這些東西怎樣互相吞噬 就算那個不是食細菌 或者是跟細菌有一個互利共生的關係 我們很容易看到的 然後我們看到細菌本身有它的新陳代謝 甚至乎我們很容易了解到 這些有生命的 有功能的 很容易就會它自己本身有它的營養價值在那裡 你吃得多 於是你就會拿到營養 我們人就很難理解我們是吃細菌為生的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會吃細菌噴出來的東西為生 也有發酵過的東西 然後其實我們很多時候吃的東西是連菌一起吃的 或者是煮熟過的東西 那些東西都是有部份細菌的絲鞋在裡面的 我們會想像到這些細菌就可以在食物鏈最低端的位置 然後越來越大舊的東西一路吃上去 但是病毒我們就很少把它放進去的 我們甚至乎就會覺得病毒是和這個食物鏈食物網的概念 是完全無關的 置身事外的 因為我們找不到有任何的生物 似乎是可以透過吃病毒去維持它的生命 這樣 但是這句話是剛剛這個星期有重新的形勢力 這個就是我們去看看是在哪裏的新發現 但是它刊登了也是一個挺著名的期刊 它這個發現呢 就說發現我們找到一種浮游 浮游你都知道的 可能在那些 就是一些池塘啊 死水啊 那些 其實很多時候在大自然環境之下 一個比較低層的食物鏈 比較低層簡單的一些生物 我們知道有很多東西吃浮游的 有些很少的那些這樣的魚仔啊 小小的昆蟲啊 甚至乎你說那些青蛙BB 科豆啊 很多這些簡單的生物 它們會吃浮游維生的 你說加上那些水母會吃這些東西維生的 那它們都是一些浮游 可能小到是好像一些單細胞 但是它會有一條尾巴 它周圍會移動 這些這樣的東西 它們的生命周期都很短 但是我們竟然發現到其中一種浮游 它是可以吃病毒來去維持它的生命 但是它究竟是不是每隻隻病毒都吃 我們就不敢看 但是起碼我們發現到有一種浮游 會吃其中一種的病毒 然後吃完之後它會快高長大了 所以這件事就對於我們那個 發現的過程的故事也很簡單 但是更新了我們對於病毒 在食物、鏈食物網裡面的角色、那個認識 我就覺得是有一個比較大的衝擊在這裏 是啊 那這個新聞我們現在都找到 不過而且很有趣的 它只是吃這個病毒 它也不吃其他東西的 是啊 那它做那個實驗的時候很簡單 你就把那些浮游和病毒放在一起 另外旁邊你就 你就只是放浮游在那裏 不要讓它吃任何其它東西 你會發覺就是說 沒有東西吃的那些浮游 生不得大 然後給那些病毒去吃的那些浮游 又很有趣的 那些病毒增加得很快 但是浮游自己也有增加到 就是說在另外一個實驗培養碟上面 那些病毒就可以繼續 吞食到它那個培養碟上面 它所需要的養份 而那些養份是浮游自己不吃的那些東西 但是浮游如果被它沒得選擇 它只能吃病毒的時候 它是可以透過吃這種病毒 來令它越來越大 沒有它吃這種病毒的時候 基本上又沒有得快速長大 一個這麼簡單的實驗 就讓我們找到 原來世界上是有吃生物 就是有吃病毒維生的生物在這裏存在的 而這種浮游和病毒 通常都是在一些河 就是一些溪流那裏找到 它們是一些 很有趣的 那種病毒本身 對於抑制這個水族 是可以會吃這種病毒的 所以我不是很熟悉這些大自然生態的東西 但是就憑它這個故事 在這樣的環境去找到這種浮游 和這種病毒 令到我們更新了 對這個病毒在整個食物鏈的角色 我覺得是值得一提的 是 但是這個大家不要想著將來醫病 想著找到這些 就是現在不是隨便 你夾得住病毒給自己吃就行 不是這樣的意思 純粹在生物學上 我們有新的認識 為什麼 是 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們可以說另外一件事 就是那個聽覺的問題 我們發覺現在周圍都很吵 我們怎麼找一個最靜的地方呢 就是我不知道對於大家來說 可能很吵的地方 大家集中不了 這個很容易理解 尤其是在香港社會 真的想找一個靜一點的地方 很難的 但是如果這樣說 你要找一個靜的地方 你要靜成怎樣才會覺得舒服呢 一個最簡單的做法就是 你找一個分貝而度著 一個分貝低一點的地方 你就安靜一點 你就安樂一點 但是我又要問一下台長你 你自己在看書的時候 你是喜歡開著一點點其它聲音 還是真的去那個地方 完全很靜很靜的地方 你才讀得入腦的? 我有聲音的 你有聲音的 你有聲音的 我真的有聲音 甚至乎睡覺 我自己也會是 我覺得有一點點聲音是好一點的 還有如果你看看小孩子 尤其是寶寶 你放在車上聽引擎的聲音 很好睡 但是去茶樓也是很好睡 茶樓雖然我們覺得很吵 但是那種聲音 小孩子的寶寶也很好睡 人呢 我現在說的就是 就算我們有人喜歡安靜 但是一個很安靜很安靜的環境 是否真是最理想的環境呢 其實就不是的 在這裏呢 其實又介紹一個很有趣 又不是什麼新聞來的 不過是剛好有人報導到就是說 一個被認定為全世界最安靜的空間 這個其實它不是一個圖書館 不是一個什麼休閒的地方 它其實是一個實驗室 就是在這個實驗室裡面 我們要做一個最無聲最無聲最無聲的環境 然後呢 我不知道台長你會不會都找到那個報道呢 它有些相片很有趣的 那個房間裡面呢 就有很多一些 粒粒粒的結構 你可以很容易理解到 那些地方就是吸聲了 就是大家如果有聽眾 你本身是會經常在你的工作 在你的市場裡面 接觸了studio 一些錄音室的地方 你很容易理解到的 那些什麼 就是很多的雅通紙 轉了洞在那個牆上 或者甚至乎 就是有一些的錄音studio 有些甚至乎網台自己本身 都佈置了一些吸音棉 也都會計算過 就是把它放在適當的地方 那當然了 如果你要完全做到 那些聲音能夠有這麼盡 那你會發覺就是 我們可以做到去什麼的程度呢 那原來這個是由Microsoft 有份去幫忙建立的 一個全世界最安靜的房間 而這件事情呢 其實就已經是在2015年那裡 開始設計建造 然後建了兩年的時間 就已經建好了 那我會說 這個已經是一個在運作的 一個叫做Quiet Slack 就是一個安靜的房間 一個就是在這樣的實驗室那裡 那其實你會發覺 無論是真的 無論是學術研究 或者是真的 是技術開發 那裡很多時候都需要一些 很低噪音的環境 那我這裡說低噪音的環境 不只是在說聲音那方面 因為我用了噪音這個字 你聯想到我沒有聲音 但是剛才我們大約在第二節的時候提到 中微子的研究 要放在地下的深處 那裡也是一個很少雜訊的地方 很少什麼的雜訊呢 就是很少一些來自地面上其他訊號 或者是一些其他由宇宙環境 裡面一些比較低穿透力蛇線 那些在地底裡 就比較容易有效地 運用地殼自己本身隔絕了 在一個低噪音的環境裡面 我們就特別容易去找到 什麼是信號 什麼是噪音 我們在地下的實驗室裡面 夾住了外來輻射 於是我們量一種的輻射訊號的時候 就有一個很高的清晰度在這裡 因為周圍其他的輻射訊號 它的雜訊比較少 那如果好像今次 我們現在要講這個Microsoft 這個寧靜的研究室 其實很多時候你可以想像到 對一些音響儀器的研究 如果我想它知道這件事 那個能夠降噪的能力有多高 那件事本身 它能夠測量到那個 無論是測量儀器的靈品度 那件事本身的運作有多吵有多吵 那你會發覺就是 有這樣的實驗室 很多時候對於一些這樣的音響 訊號這樣的研究 就非常之有幫助 所以這件事本身弄下來 不是為了玩的 但是我也會這麼說 進來這個房間做研究 我不知道台長你願不願意進來這裡看書 因為它那個標題也有說 你進去之後 你自己的血在身體流 你都聽到的 你會覺得很恐怖的 其實那個真正的作用 我猜不是科學研究 是用來審判的 有些人都會瘋的 是的 原來它都要這麼說 這個房間暫時保持最長的紀錄 就是有個人在裡面 能夠停留了55分鐘 這個已經是紀錄了 但是你問我 有沒有意去挑戰這個紀錄呢 我猜是很辛苦 真的是一個虐待 台長你也說到 當你可以想像一下 你進隊的時候 沒錯 你聽到 你是很安靜 周圍沒有聲音 但是你發覺最吵到你的那個 就是你自己 然後你是沒有辦法 阻止到自己去吵到你自己 而吵到你的東西 也是一些你沒有辦法避免到的東西 吵到你的就是你自己的呼吸聲 你自己的心跳聲 然後甚至乎你的肚子 如果吃了東西走進去的時候 你的肚子有些在消化 腸胃在消化 連那些聲音你也聽到了 就是基本上 凡是你的身體裡面 有什麼動動啊 照計會出到聲音的那些東西 你都全部聽得一清二楚 而那些東西你都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所以最後你會發覺 你想靜一靜 靜到那個地步 原來是你自己就吵到你自己的時候 難怪那些人是直接想自殺 直接去做 還有這件事要關乎我們耳朵聽力的那個機制 其實當然有朋友可能受到耳鳴 就非常的困擾 因為耳鳴那個機制很有趣 我自己也不知道 當然不是因為耳朵裡面 無端端有個信號在播的聲音 其實是什麼一回事呢 其實我們的耳朵都是不停地收信號的 而且那個信號我們希望能夠分辨到 哪些是我們想要的信號的 所以其實我們那個耳的聽覺神經 本身就是一個機制 就是盡量將那些噪音 就是叫做過濾了去 簡選我們想聽的聲音 還有那個耳本身是有一個自我的適應的能力 如果一個人本身他的聽覺已經受損的話 他的聽覺那些神經就會傾向將自己的靈敏度 調整得更加高 來希望能夠補足聽力不足 就是有一點點像這個情況就是 我們以前聽聲音機 教的台明明已經盡力調整好的台了 但是總是沙沙聲 很沙沙聲 那迫於無奈我們就將它調大聲一點 調大聲一點的不好處就是 那個雖然我們可能會聽到 原本那個人講得清楚一點 但是最慘的連周圍那些沙沙聲的摘音 都會扭大聲 其實耳明正正就是這一回事 當我們那個聽力日漸受損的時候 那個耳朵那個聽覺神經幫忙幫我們那個 嘗試扭大聲 放大一個訊號 結果連一些很雜的東西都放大了 於是尤其是在一些這麼沒有聲音的空間裏 這些效應就會更加明顯 所以就是說如果沒有耳明的人 進到這些房間沒有耳明都變有耳明 耳朵以為自己什麼都聽不到 於是就將自己的靈敏度調度很高 高到一個地步就沒有聲音都自己以為聽到有聲音 而這件事你是沒得阻止的 而耳朵這件事是很殺人的 所以就在這裏來說就是說 我想你能不能忍耐不耐呢 好看你自己本身的身體狀況是怎樣 如果你本身上算健康應該就熬得久一點 你問我 我自己我是知道自己有部分聽力 都已經不是太多的了 那你給我這些地方 我想我想我五分鐘十分鐘 我一定求我兒子救命 我不玩了 科學和文學之間其實是一個溝通的渠道 剛才你說的那裏聽到自己的心跳 事實上有一位美國作家 一個經典的作家 科倫波他寫一個短片故事 就是講一個人 他殺了人之後 他不斷聽到自己的心跳 聽到是停不到 所以他跟著就瘋了 這就是剛才我們講的那個 最世界最寧靜的房間的懲罰 好了 我們四節就完成了 那我們跟著就是科學回憶錄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 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